黑夜里这架从韩国飞回来的班机 缓缓使劲停机坪 不过这一班载着的 大多是从印度回来的台湾人 因为疫情关系 有民众甚至滞留一个月 才等到班机回台 一个多月 我本来的航班是329 我本来是329要回来 就因为他们熟 所以现在是429 印度从3月25号开始全境封锁 30名滞留 印度和马尔地夫等国家的台湾民众 28号先从印度搭乘专机到韩国 29号再从韩国搭乘返台 遵循土耳其包机的模式 所有人经过详细检查后 有检疫人员统一集合带领通关 经过两天奔波 有些民众脸上看得出疲态 但也说能回家很开心 检疫人员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 将旅客分配到20多辆防疫计程车 前往集中检疫处 而计程车的驾驶也全副武装 并帮旅客全面消毒 希望防疫措施做到最完善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